2008年4月24日 92岁的甲职方慈士 复旦大学校园里挂满了洁白的千纸鹤 学生用朴素的方式向他告别 1955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 睡梦中的甲职方被叫醒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接他去高教局开会 甲职方懵懵懂懂地出了家门 妻子任敏在他口袋里塞了五块钱 已被他需要买烟或零用 但他没料到 等待他的将是12年的牢狱 我说我卡不动 他是不是卡不动了 就是小时候是不是卡不动 我这儿只认识 所以你是不动 口袋默讯 你不动我再给你念一遍 懂了吧 我只能一念我搞糊涂了 从两年前的1953年9月起 北京先后召开了四次胡锋文艺思想讨论会 把胡锋的文艺理论上升到反党的高度 胡锋的朋友舒吴交出了与胡锋往来的私人信件 以关于胡锋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名 在人民日报上刊出 断章取义的进行批判 他说你不要总反 你和方胡锋交决 你搞什么严谋 我什么严谋 我和方对当地买业政策有件 向中文有提一件 公开把手机收集办事 又不是在马上传单 后来你这个才是无诈起来的 我代表高脚去当位学术 贾之方强制筛查 常常就不叫先生了 他叫缅子来 贾之方被卷入了胡锋反革命集团案子 这是他一生中第四次被捕的 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 年轻时曾字号红线生人 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 国民党专制 抗日战争等时代 一直到高唱 东方红太阳声 有缘的是 我每经过一个朝代 就坐一回监狱 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我是认真地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的 1916年 贾之方出生在山西香坟南侯村 一户富裕的地主之家 我上下来 人大餐 大餐 我们的背方扑 把手送过来 后来就插起来了 上下来捞脚捞腔腔 捞腔腔腔 老师 后来这个 叫做抹起来 我走负在北江做买卖 带来 放回了这个 同仁谈的牛黄碗 也好了 死马倒后马云 也好了 也好了 好了 好了这个 对外两个人都张芳 我们不学习 在这儿 不该喝点油花碗 两个人张芳 从获得了解 抑郁严重 贾之芳从不安分 上课时 贾之芳常常在课桌下 偷看七侠武艺 彭公案等各种实印本小说 对行侠仗义的江湖好汉 充满了敬佩之情 初三那年 在北平来的进步教师的指导下 贾之芳开始阅读 鲁迅 陈独秀 胡适等人的 新闻学作品 甚至是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读物 他第一次接触到了 五四新文化 从且听下回分解 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天地 1932年 贾之芳考入北平重拾中学高中部 那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 采取英语教学 由此贾之芳打下了监视的英文底子 他大量阅读原版的英文报纸和书刊 读书的眼界也放宽了 托尔斯泰 托斯托耶夫斯基 尼采和马克思的著作 无所不读 此时正值918事件之后 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 试图吞并中国的华北 五四运动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巨浪 深深地影响着那个时代的年轻人 因为五四新闻去运动 它某种意义上说是个精英运动 鲁迅周围的这批年轻人 到了30年代以后 鲁迅就靠了这批年轻人 创建了一个营造了这样一个媒体的一个网络 中国这些媒体就影响了更多的一代青年 因为鲁迅先生 他一直是一个非常关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 而且他是身体力气 他自己永远是站在生活的一个变动当中 最接近的最前沿的位置上 我都跟讲 我是美国教会学生学生 后来有三家社会活动 其实美国人开出来 他受了我们住在外面 在新年外政 三家社会活动 贾值方因思想不良被校方开除学籍 此后贾值方每天到北平图书馆自学 1935年12月9日那天 他负责给西城区各个中学的代表分发传单 并带头在游行队众里高喊口号 当学生队伍游行到东长安街时 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一日一月都抓进去了 抓进去是公司做山西饭 我们当社会规备到这些危害免贵 对抓着人就得正法 我们家有钱 我们北父买本 后来北父跑去 跑到北京 跑去呢 后来一千块扯了 扯了扯了扯人 有权的干部 后来一千块年约 我扯了扯把我保出来 被保释出狱的贾值方 被要求随传随到 为了避免再度入狱 伯父送他去日本留学 行前再三关照他 不许再过问政治 可以学医或者银行管理 带着迷茫的苦门 贾值方逃往东京求学 做生大学院考上 考上和学费太贵 你考了日本大学 我考了学会学习 日本人还要考读 大学你崇拜什么人 崇拜是德国的希特勒 首帘的斯坦林 你们总部的讲解释 我说我崇拜我自己 你们是苏卡考上来 贾值方还是背离了伯父的嘱托 他非但没有不闻不问窗外事 反而经常参加留学生活动 1936年10月19日 鲁迅先生逝世 11月17日 贾值方在东京参加了 留日学生团体举行的追悼大会 追悼大会由萧红主持 贾值方写了一篇《藏仪》 深情哀悼鲁迅先生 他说鲁迅先生逝世 我感到的像失掉了依靠似的悲痛 他们把鲁迅看成是自己一个改造社会的良师 这个鲁迅只有世界大事业的眼光 也最能透视我们中国过敏性的完症 并且能够对症下药的 进行医治的 治疗的 劫测的内科医生 我们三十年代之分 都在楼上下到的 可是都只楼上下来长大的 都在楼上下头开创的 大都没学习给他钱 一天在东京的内山书店 贾值方读到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 工作与学习从刊 他发现这是一份从编辑风格到撰稿人员阵营 都是继续高级鲁迅旗帜前进的 严肃文学刊物 于是怀着一种虔诚 他试探着把自己的小说 人的悲哀投给编辑部 他们自己通过阅读鲁迅的书 已经有了一个深受鲁迅影响的这样一个基础 但另外就是说胡锋的这样一个编辑活动 为贾先生这样的青年提供了一个 学习鲁迅追求鲁迅的这样一个平台 这两者结合我觉得更是后来的就是鲁迅精神的一个传递 我逃到青岛 那里混乱肮脏 大家低着头 因了光和冷的交迫 眼睛迷畅着 眼睛有时溜向宽阔的百游街星 太阳尚未照临他 没有车 冷风在上面寂寞的呼呼 破纸随着飞扬 阴惨 丑恶 好像被遗弃的古旧废墟的荒荒街道 生命的继续在这里像是多余和累赘 很快 文章刊登了 还附有编辑的评述 这正是用沉闷的坚拙的笔触 所表现的沉闷的人生 没有繁复的故事 但却充益着画的色调和诗的情愫 给我们看到了动乱崩溃的社会的一图 此时的甲职芳并不知道 写下这段评述的编辑就是胡峰 也不会知道在之后的岁月中 他与这位编辑的相识相知 会令他付出整整25年的自由 一年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甲职芳毅然决定放弃学业 回国参加抗战 当轮船抵达香港时 他收到伯父的信 你千万不要回国来 你一个人也救不了国家 这战争也不是一下能结束 你要么留在香港念香港大学 要么到欧洲去读个三五年书再说 但国难当头 甲职芳参了军 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日文翻译负责宣传 在硝烟异漫的岁月中 甲职芳看到了七月杂志 这个刊文就对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 他有一股生气 一股青春的那种热情 都在这个抗上体现出 七月选取了鲁迅写的七月二字 作为刊名 他是鲁迅的忠实学生 朋友和战友胡锋创办的 在危难之际 为祖国的存亡而呼喊 七月与当时大多数的抗战杂志不同 他不仅积极反映抗战 鼓舞民众的抗战热情 同时又继承了五四精神 对于国民性的批判 从鲁迅的精神上联系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是一种 鲁迅的对中国社会的看法 对五四信用学运动的使命 一种很坚定的看法 影响了胡锋 甲职芳成了七月的重要作者 他开始与胡锋通信 虽然仍不曾谋面 但通过梳渣往来 彼此的友谊和感情 一点一点地加深 前方一年 戏在一个黑洞里旅行 眼睛阴之亮了一些了 但黑暗的旅行 是不能持久的 而且也疲惫了 1939年初 国民党部队开始清查队伍中的 共产党员和左倾分子 甲职芳自然首当其冲 他借机逃离了国民党部队 在刘日同学的介绍下 甲职芳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 去重庆的国民党军事机关报 扫荡报工作 胡锋听说甲职芳来了 就跑去找他 一连找了多家报社 最后找到了扫荡报 一进门 只见甲职芳刚从夜搬下来 裹着破旧的军大衣 躺在地上睡觉 胡锋长得又高又大 是一个很魁梧的人 甲职芳先生人长得矮小 又在一个大衣鼓 在鼓着那儿就很狼狈地 睡在地上 胡锋第一次见到他 眼睛就红了 眼睛就红了 一句话都不说 就手口袋里拿出一把钱 晒到甲职芳的手里 说这是你的稿费 你赶快先去买几套衣服 洗刷一下吧 半个世纪后 甲职芳回忆起他与胡锋的这次会面 依旧饱含着深情 胡先生的这次来访 使我很激动 也使我亲身体会到 他的热情和纯真 为人品质和作风 他完全是以平民化的 知识分子的朴素形象 这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真正的定交开始 但不久 甲职芳在头版边发了 抨击卖国行径的文章 被扫荡保开除 几经辗转 他流落到西安和一些小商贩为伍 他是说我们这样 那么他说他也做过生意 而且这个总要糊口了 好像做的是黄金的生意 他跟我讲了 我也不是什么都是搞学问的 很清高像你们这样 甲职芳一度借助在留日同学家里 那里藏书丰富 在书中他遇到了鲁迅曾提到过的尼采 并陆续完成了读书笔记 沉闷气的断想 日记里面经常会突兀的出现尼采的话 没有上下文的 大致比如说类似于这样的一句话 一个人如果要保持自己干净 就要学会洗浊 甚至要学会用污水来把自己洗干净 显然是不是读尼采 单纯的一个读尼采的一个想法 而是在现实社会里面的一个感受 用尼采的话来说出来 正是在这样的苦闷和孤独中 一个单纯热情的女孩出现了 她就读于西安商业专科学校 是七月也是甲职方的忠实读者 1942年春天 满脸稚气的人民走进甲职方的生活 两人从相知到相爱 半年后结了夫妇 在黄河边上的一间土皮草房里 没有喜盐 没有亲友的祝贺 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悲欢岁月 为了养家 甲职方再度走进军营 担任日文资料翻译 原以为生活可以安定的 却又被怀疑是共产党 好心人及时赶来通风报信 说兵团策划要活埋他 他只好带上还在学校就读的人民 连夜逃跑 那一夜天特别黑 我们不敢走大路 就翻山逃命 一路都是荒山巨石 我走在前面 慢慢地往前爬 爬过一块大石 就轻轻喊人民 他沿着声音走过来 就这样整整逃了一夜 才脱离了危险 这对夫妇风雨同舟度过了六十年 甲职方总像那个在深夜艰辛逃亡的年轻人 在无边的黑暗里 轻生却又是坚定地呼唤着人民的名字 甲职方和人民逃到徐州 1945年5月 甲职方又遭日委警察拘捕 关押在徐州的日北流制所 人民为狱中的甲职方 送饭送菜饱受惊吓 幸运的是 仅仅过了三个月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二天上午 甲职方穿着球衣 走出了监狱大门 经历了各种方式的生活和环境 对我们的中国现实更福洁了 但也更创燃了 因为我有一个思想 认为时代问题的解决 文字只是一种配合力量 另外还要依靠一种真实力量 但话虽是这样说 人生到底是一件严肃而有意义的事 还是要用鞭挞的态度去度过 抗战胜利后 甲职方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也不愿做御用门人 只想做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 1946年6月底 他与夫人任敏辗转来到上海 下火车时 口袋里只剩下八分钱 三轮车夫把他们拉到胡锋的家 是胡锋帮他付的车钱 他有时候总是会笑着跟我说 小谢 我当年到上海的时候 身上只有八分钱 这个八分钱到现在还没用完 甲职方和妻子寄居胡锋家专事写作 并协助胡锋主编的希望杂志 七月闻从编审稿件 他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评论时政 为进步报刊杂志撰写杂文 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 1947年9月 甲职方在地下学联的《学生新报》发表文章 这成了煽动学潮的证据 他被国民党抓进监狱 又一次失去自由 在狱中审讯者说 只要供出虎风 就可以获得释放 我当然断然拒绝了 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观 讲究道义 卖有求荣 向来为视灵不齿 所以我宁可留在狱中 听天拥命 在狱中有一位共产党员 叫陈子涛 公开身份是文粹杂志主编 他受尽酷刑折磨 但至死保持着自己的气节 甲职方终生名记 这位御友 牺牲前对他留下的一句话 要活得像一个人 经狐风多方奔走 1948年9月上旬 甲职方关押长达一年后 被保释出狱 而这时 大众文艺从刊发起了 对狐风的批评 将狐风的文艺思想批判为 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因为狐风还是建设 另外一方面建设 我留学的无事传统 原来说他会讲话 把作家提材 写法做限制 把作家是个自由之 原来是学到自己 所熟悉的东西 所理解的生活 但是我们是在上面 造成任务来学 这件事是个工具 是个机器 是吧 就是这种矛盾 就是无事精神 把囊犯和囊犯冲突了 和囊犯冲突了 后来他写了 写了他写证我开证 我觉得他们就生了他历练 不要他认识 不要他认识 我不得交往 来自党内的一系列批评文章 让狐风倍感沉重 作为回应 他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 胡锋 胡锋非常亢奋 非常亢奋 他一口 一面抽烟一面写 而这几天的 贾正方先生就陪着他 就坐在他的队面 他写一张 就给贾先生去看 贾先生去看 就这种状况 状况下面写完的 可是贾正方先生 非常不赞成 胡锋写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里 胡锋是跟很多人论战 把很多左翼里人家都得罪了 贾先生就跟他说 意思说 你不要那么尖锐 胡锋是完全不理解 胡锋以为这个就是 文坛上的一些中派 一些见解上的问题 可是贾正方先生 他意识到 他意识到这么一个 临近解放的 可是在香港 突然发起对胡锋的批判 这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 纠纷问题 也不是一个文团中派问题 这后面是有一些 政治力量在其中 贾正方并不认同 胡锋的这些观点 也不喜欢与人论争 他退回自己的书斋 完成了二十多万次的 近代中国经济社会 书出版后 一年内连印三版 这本书使我沉思再沉思 知识人的命运问题 我们应该做 没有恐惧的人 一个期待已久的光明时代 终于来临了 甘养人民生活 成立了 甘养人民和全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 满怀喜悦地迎接这个新时代 甘养人民和全中国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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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分配到复旦大学中文系 他说着一口难懂的山西话 但他的课激情洋溢 很快成为复旦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 他每一次都带了很多参考书 有中文 有日文 有英文 就给我们讲 他把日文 或者英文的原文翻译给我们听 譬如说 讲《狗狗里的青菜大臣》的时候 他就给我们讲 为什么这一个喜剧 是作家含泪的笑 而且介绍我们 看《别人世纪》学院节 当时大家就说 贾先生对我们理论水平 分析作品的能力 提高很有帮助 那时候他给我们上课 是讲的写作词线 第一次上课 贾先生拿了这些作文以后 每一个人都找到家里去 给我们当面批改 然后就指出 你这个优点在什么地方 缺点在什么地方 以后应该注意些什么 在那个时候 他是我们开阔了一种视野 应该说 做一个学生 你们怎么应该具备世界的眼光 可是 1955年5月16日 学生们在课堂上等了很久 从不迟到的贾先生 却没有出现 贾先生已被逮捕 罪名是 胡锋反党集团 反革命分子 但是贾先生不来上课 我们就到家里去了 说贾先生怎么没来上课 结果发现 负担保卫处已经有人住在那里了 每一个人进来说 你叫什么名字 那么我们就把名字写下来 是吧 那时候我们就晓得紧张了 就不对了 贾先生一定出事了 这是贾职方第四次入狱 对于自己的遭遇 自认狡猾的贾职方 早就有了预感 一张无形的大网 渐渐笼罩着 所有与胡锋交往过的人 1952年6月8日 胡锋就有《书吾》发表文章 从头学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转发并加编辙案 对胡锋的文艺思想做出裁定 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9月 北京连续四次召开 由胡锋本人参加的 胡锋文艺思想讨论会 进一步把胡锋的文艺理论 与反党联系起来 这对于胡锋精神上的打击 是巨大的 他们工作不定跑来跑去 我就劝他 我说你不要和他们论 咱们不劝 咱们不做 或者是流行不成 不从中国社会 我说我劝他发一个天猫夜餐 我说将来文艺漏的 这个鬼众技术的不好学做 我都不懂功能病 提产有限制 学法有限制 就没从做自由 我说你可以翻译 你站在旁边看 贾先生也跟他说 你不要再去给他们闹了 可尔凯还给他借了天方夜谭的日夜本 叫他翻译 他说你就好好地翻译一本天方夜谭 这么说翻完 他说几年就过去了 这些矛盾就过去了 胡锋听不进来 胡锋还是要 还是要逗的 一逗都逗到监狱里去 1954年春节 贾之方夫妇前往北京行亲 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哥哥贾之 李大钊的女婿请他们到家里吃饭 同时请来了当时批判胡锋最为猛烈的 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家何其方 希望他能让贾之方明确胡锋问题的严重性 尽早表明态度 跟胡锋划清界限 但耿直的贾之方非常反感这种罔顾事实的做法 极力为胡锋变白 盘化不欢而散 我心里很明白 我这是失去了一次可能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 为此我将会付出悲惨的代价 1955年5月13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亲自撰写了编者暗语 于是一场全国性的肃清胡锋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开始了 从胡锋被捕开始 胡锋事件愈演愈烈 据官方统计 到1956年 有2000多人被清查 92人被捕 63人隔离审查 73人停止审查 2100多人守株连 甲织方被定为胡锋骨干分子 度过12年铁窗生涯 南科书边就已经不在这里 通了医院 自然这样的期间 就胡锋送来这里 看病 正好了就到了往后去 修游去 等下住了三天走了 他是1956年 我也1955年 监狱里 甲织方在人民文学目录上 看见学生范博群和曾华鹏发表的 由他指导的论文《欲打夫传》 这给黑暗中的他带来一丝快乐 假日一被捕 我们就搞运动 就班上就停课了 然后 我 曾华鹏 都受审查 那时候已经有同学跟了 就是看我们这几个人的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行动 因此当时是很苦闷的 石昌东 有四个人 一个是张培恒老师 他当时是分配在 复旦中文系做党中资的副书记 但是因为贾先生的关系 他开除了党结 石昌东 关进去了 我 跟曾华鹏 两个人 经过三个月的审查以后 开除团结 当时 我们这个班是重灾区 就重新分配方案 分别是 范博群和曾华鹏合影留念 彼此郑重承诺 一定会互相搀扶前行 重新回到心爱的文学事业 贾之方被逮捕入狱的第二天 夫人任敏也被逮捕 拘留审查长达一年多 组织上劝他与贾之方离婚 他拒绝了 出狱后 人敏照常去监狱探望贾之方 送去食物和日用品 可是不久 他又突然消失了 确实的消息是 后来他哥哥 就贾之先生 给监狱长写了一封信 他说贾先生的盼盼 当时所谓志愿青海建设 是资内去了 从今天以后 贾之方的生活费 由贾之来付 这部信是监狱长给贾先生看过的 所以他知道人民到青海去 关于人民这许多年寿的委屈和苦难 我关在监狱里一点也不知道 只是凭经验猜想 他在青海会凶多吉少 我觉得贾先生受的苦我都能够理解 贾师母是回忆录的时候 其实那个回忆录是我抄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师母受那么多的苦 实在是特别难接受 1963年10月 狱中的贾之方突然说到了一个 家乡土布包裹 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手作布鞋 鞋里放着四颗红枣 四只核桃 这是贾之方的老家求吉利的风俗 虽然包裹里一个字也没有 但贾之方心里很清楚 人民还活着 他回到故乡乡坟了 这给了贾之方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使他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1966年3月30日 贾之方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罪名是胡锋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 当时为什么像一个跟胡锋 所谓的胡锋集团 关系不大的人 要判那么重的罪成为胡锋骨干分子 我是不理解的 因为第一 贾先生不是我们判重的 他跟他们那个整个纠纷没关系的 第二 他的哥哥还是 在党内也是有一定责务的 他的嫂子是李大钊的女儿 应该当年李信华到延安去 就是贾之方先生送他去的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这么一个革命的背景在后面 所以按理说他是不应该判得最重的 当时贾先生面前就是两条路 一条 如果你反过一戒 跟胡锋划进界限 你可以重新处理 如果你坚持 胡锋是我的朋友 那么你就要判十二年的徒刑 在这个时候贾先生坚持 我宁可判刑 我没有什么界限可以划清 他感觉他真诚的友谊 比自由更可贵 1966年5月刑买释放 贾之方被押回复旦大学 在校印刷厂监督劳动 每天除了干各种苦活重活之外 还不断地遭受各种批判 油斗 鼓辱在拳打脚踢中过日子 他就跟我讲 每一次批判会开过以后 他当时最有一点很可怜的生活费 他就每一次把饭票拿出来数一数 他因为批判了以后 他想饭票能够借要下来的话 每一次批判都想买一块若慈 他说批判了 我就每一块肉来营养营养 我虽然身被奴役 但精神上是清醒和独立的 在心理上并没有被奴役 我牢记鲁迅先生的提示 可悲的是不是身在奴者 而是心在奴者 中国有个老子女主典 老子女主典 暴风不忠嘲 巨语不忠学 发生自然间的气候 不正常的话 他不会唱成就的 中国从事叫天人合一 自然现象有时候就人世现象 所以我扶藏我扶藏我扶藏 我扶藏三十块钱 送货费 我给人家 人家当囊民 他扶藏他不会冲地 无成恶者 我给他十块钱 艰难的岁月中 甲职方与人敏分隔两地 维系他们的 还是最初的身形 敏正惦念中 你走了 觉得房间分外的宽阔空虚 但觉得你这次来 在上海住了这么一个时候 心里实在很喜欢 尤其看到你身体健壮 精神焕发 这对我安慰鼓舞很大 你要滑达泥 无你说的那种 我走到八仙桥的一家大布店 看到有三合一 即毡毛 笛轮 锦轮 有藏青色 每一公尺零一寸 价格是十元多些 我想下回礼拜日 先买下这种祭去 对人民的这份牵挂 让甲职方有能深深的寄托 这叫法师词 从家上远还把人笑着 插合一块老盖里 我在下午 在对面选择 有间接通知 不开会 哥们两个嘛 不认为开会 我们两个在底下 一个房间里 你们写思想会吧 我给那个爬仙家 我去拍写着 一些我打扫卫生 我把它卫裙穿上 然后翻起 那个扫板 把楼上楼下 扫板到哪街里 到哪街 路过历史戏 也路过历史戏 高原喇叭 想来了 从那里 我从中年人生也很沉痛 中国革命维员会 沉痛的学校 那么伟大的良秀 将我的刀子冒出去 离开门门了 我把这事拿出来 我把那街倒了 那街倒了 我回去了 那楼上面就 扒拉瓦了 又哭了 那个爬仙子在这儿写着 爬仙子 我这个洋楼 这个买板 这个丢住这个 我爬仙子不要写了 红太阳热了 我再都敲骗子了 发现了 把别人摆 就像得行不一笔之笔 文革结束了 1980年 中共中央决定 为胡锋反革命集团案平反 年底 中共上海市委发文 撤销对甲职方的原判 宣告无罪 甲职方已年进古稀 他并不因此激动和感慨 正如他在苦难中的平静一样 他在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上 肩负起传承文明的责任 很快 他主持编撰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等 大型资料丛述 签字主持了多部作家与文学理论专辑的编选工作 在80年代后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的工作中 甲职方发挥了重大的影响 现在呢 中国现代文学的社团流派 没篇稿子他看了以后 他就讲 哪些稿子可以通过 哪些稿子还要改 改什么地方 而且 他作为一个故来人 他对这些资料以外的一些活的 就是这个流派的一些动态 这个流派是怎么起来的 哪些人 这里面有些什么事情 有些什么波测 他也知道 这些在资料上是差不多的 另外一方面 他对这个整个去学科的 这种把握 是相当惊人的 那么这本书呢 在国内外引用的很多 这个贾先生 这个毕竟是权威人士 所以呢 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 甲职方另一项重要的贡献 是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 重建和开拓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吴密 陈寅雀等一批著名学者 率先在大学里开设了 比较文学的课程 但是到了五十年代 比较文学被列入反动的 世界主义 作为一门学科 已经不复存在 八十年代初期 贾职方凭借自己 对外国文学的多年积累 开始大力推动 比较文学学科的恢复 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 上海呢 就是贾先生 还有施泽程先生 他们两个人 施先生在华东四大做讲座 呼吁开展比较文学 贾先生 在复旦 他一方面也是 呼吁 然后他还在 最早的一批 比较文学的研究生 上海是贾先生知道的 在贾职方的规动下 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立了 比较文学的教学 在全国高校中最早设立了 比较文学研究室 最早获得了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的授语权 他又参与创建了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上海比较文学学会 撰写多篇比较文学的论文 为多部比较文学著作 撰写学术性的序言 贾职方还积极推动 创办学术期刊 中国比较文学杂志 困难呢 也是有 这个困难呢 其实也就是 其实这个经费问题 但是贾先生是 蛮经典不意的 他觉得 你如果一年出一本 他说的很形象的一个比喻 就像黄瀑江里边 那泡尿 没什么反响的 没用的 他就一定是要有 定期的一个刊物出版 在贾职方和编辑部 同仁的不懈努力下 中国比较文学杂志 从创开始的一年一期 发展到今天一年四期 每期容量二十多万字 它更历史三十多年 吸引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学者 与国内学术界展开交流 使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界 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杂志 贾职方还让范博群研究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 他以学术的眼光告诉范博群 过去的左翼文学 主要是表现知识分子和农民 但是通俗文学 却表达了市民阶层的文化 他们反映了另一个层面的社会生活和时代信息 有其历史价值 于是亭子兼嫂嫂这些流散在社会上的作品 以及鸳鸯蝴蝶派被重新评价 范博群就此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权威学者 但范博群是一个特别丰富的人 他和一般的学校里的知识分子不一样 他有丰富的社会经历 他相信实际的社会生活经验当中的东西 而不太相信抽象的东西 或者说抽象的东西 如果要让他相信的话 也必须经过社会经验的检验 所以他不会在理论上来打转转 不会用空洞的概念来思考 贾之方带领着新老学生 从长期封闭极左的状态 走向开放和多元的文化研究 他着力培养的第一代学生里有 张培恒 施昌东 曾华鹏 范博群等 虽然残酷的政治劫难 无情地中断了他们的学术道路 但文革结束后 他们再一次聚集在恩师周围 在他的指点下继续学术研究 成为不同专业的权威学者 新一批的学生里有陈思禾 李辉 孙乃修 他说我们这些人 我们是不光是会写书 他这个写书呢 主要是指创作 我们会教书 我们会编书 我们还要艺术 我觉得这点是对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自己就是也有意识地在做 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我虽然头发全白了 我毫不犹豫地拍了拍 积在身上的厚厚的灰尘 揉了揉并未闭上的眼睛 我赶紧低下头 去寻找 去寻找我那久别了的 失去的笔 贾之芳先生他一直说 第一我是个社会种 不是个苏栽种 他说我最想做一件事 就写一部回路 他说把我的历史都写出了 为了纪念四十年代狱中的难友 贾之芳先生写了一生中 最后一篇小说《歌声》 讲述了我偶然在街头遇见 当年狱中的难友 历经数十年的折磨 曾经一起战斗过 反抗过的难友老了 变得胆小怕事 小说结尾处 我看着难友盘山离去的背影 终于忍不住大声吆喝起来 要活得像一个人 我说你讲的话是不错 人字最难写 人字要把它写正 但是我说你忽略了一点 人字又是最难写的一个字 笔画太少了 后来就是一小买小了 我说你自己给我写写看 我觉得写得蛮好 写得蛮好 有骨头 而且有童征 我不是一个书斋里写文章的人 我的一生中经历过各种复杂的场面 周旋于各种社会关系 见识过各种政治和社会人物 简点一生 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 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 但心里所向往 所追求的理想之光 当时我们提出来 我们要进行一个 毕业五十周年返校 这个2005年 当时夏先生对我们这一般 是特别有感情的 他当然是很欢迎 但是他对个别的同学 他是有意见的 他说你们知道他 在文革当中对我是怎么样的 他当然他没有自己动手打我 但是他鼓励别人往实力打 这个是夏先生心里很难过 我就到夏先生家里去 我跟夏先生说 夏先生那时候 我们大家年轻 不懂事 在运动当中 难免有这个的行动 他今天来看你 就是他表示也抱歉嘛 自己抱歉嘛 夏先生想了一会儿 他站起来 从腾腾上站起来 轻轻的一把柱子 好 那就算在一个人头上 2002年11月20日 缠绵病他多年的人民离开了人世 在他重病的五年 在他重病的五年间 免于八旬的贾之方始终无微不至地陪伴 呵护着他 追到会上 贾之放在学生的搀扶下 走到夫人的遗体前 这个一生倔强耿直的老人 一下子跪倒 他哭了 说 你说你不怕吃苦 可我怎么想到会让你吃了这么大的苦啊 欧护这带人慢慢都走了 刮个照片 欧护这带人全都摘了第一盘 这段坏都摘了第一盘 我寻找习惠惠惠的老头子 昨天就低个头 照片画人的钉子是拿个钉子 我下回 要说 我挂在地坏 你站在这地方 把你挂在地坏 我挂在地坏 都是累 这地方有点穷的 都是累 每个人都在这地方 夫人离开五年后 贾之方也走了 回顾一生 自然感慨颇多 不过我并不怎样后悔 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 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 毕生的责任和追求 就是努力把人字写得端正些 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场日进之年 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 把人的最后一纳 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